音乐综艺我们的歌三之中 有一位歌手一直备受争议 他就是中国好声音2020冠军单一纯 从音乐的角度来说 他没有什么问题 小小年纪唱功很强 他一直受争议的地方 就是说话很直 本来就没有多少次发言 结果经常语出惊人 然后又说周比唱很年轻 和自己一样 应该算新生代歌手 周比唱已经出道16年了 他本身就是选秀出道 比谁都明白 在音乐比赛中选取的重要性 用新歌比赛非常吃亏 周比唱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然而 他却依然选择帮单一纯打歌 周比唱输掉了比赛 但是 他帮单一纯新歌 提升知名度的目的达到了 周比唱真的很宠单一纯 单一纯的这首新歌位 其实是自己与自己谈心 歌词讲述的就是想挣扎 又不得不妥协的心态 单一纯与周比唱合唱完以后 也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悟 他才出道一年 原本他只想把歌唱好 但是发现做艺人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 时常感到很苦恼 大张伟用过来人的经验 给单一纯很多建议和安慰 最后大张伟说了一句人生经典金句 不必四处看 你就是答案 单一纯和周比唱 虽然没有进入B组决赛 但是却获得了冠军队伍的喜爱 拜佩妮在选择队友的时候 非常宠溺地说 希望单一纯多一个姐姐疼爱 言下之意 就是想和周比唱与单一纯组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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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